你好,这是刘日生活,来自日本富山市 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 今天呢,我们烤面包 烤葱油面包 用可口可乐制作的葱油面包 烤出的面包啊,外壳素脆素脆的 内心呢,刘软刘软的 你看,手一动,它烂颤颤 手一动,它烂颤颤 多么软啊,咬一口 满满的葱香味和可乐的清爽味 最主要的是,做法相当简单 全程手不沾面 更不用揉面 撕开面包 扑鼻而来的是葱花的香味和可乐的清爽味 还有小麦的香味 让人真是把握不住 给我儿子吃的时候呢 第一口,它就尖叫起来 哇,好吃,真的是好吃 结果,没用多长时间 一个面包就被消灭了 下面呢,我们分布操作 首先我们来和面 400克高筋面粉 400克酵母 40克白糖 再打入两个鸡蛋 150毫升牛奶 将牛奶慢慢的倒入面粉中 用硅胶材慢慢的搅拌 搅拌成续转 慢慢的搅拌的目的呢 就是使面和加入的材料 充分的混合均匀 这是1.5升的可口可乐 撑起140毫升可乐 加入到刚才的面粉当中 用硅胶材搅拌起来 加入的热体的量呢 比较多 所以一次性 把可乐全部倒进去 之后用硅胶材 充分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在这个搅拌过程当中呢 不能着急 要是液体和干粉 完全混合均匀 就必须用夸刀 将盆周围的干粉 完全夸干净 面团混合好以后呢 我们盖上盖 进行一个半小时的醒发 在醒面之间呢 我们来准备一点葱花 秋天的葱啊 真辣 切着切着 葱气就酸到你的鼻子和眼里去 让你流眼泪 让你真正感觉到葱的杀菌能力 不过切完了以后呢 赶快用水 冲一冲案板 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模具 这个模具啊 中间你看 有三个眼 在底下垫一块油脂 防止漏叶 之后 在模具的边缘 耍一层油 防粘 这样面包烤完了以后 脱模的时候呢 能方便很多 22度的室温 一个半小时以后呢 我们的面发好了 你看这风卧状 多漂亮啊 发得真好 面发完了以后呢 我们用硅胶材 给它排气 通过葱粉搅拌 来排出面团中的气体 用硅胶材 充分搅拌呢 就相当于我们在揉面 这一步啊 很关键 搅拌一会儿以后啊 手脖子会发酸 因为非常用力量 面很稀 粘稠力呢 又很大 这个时候呢 不要着急 也不要气馁 我们可以休息 一两分钟 再接着搅拌 总共搅拌两三分钟 基本上 面团中的气体 就会拍得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呢 加紧我们准备的葱花 再加入15毫升植物油 完了之后 还是充分的搅拌 让葱花和植物油 与面团充分的混合 这个过程呢 大约需要三到五分钟 在搅拌过程当中 你会感觉到手发酸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想想别的事情 你比方说 有的国家领导人呢 感染了病毒以后呢 三天就出院 回到办公室了 你想啊 能不能把病毒 传染给其他工作人员呢 想着想着 想着想着 你的手不停地在搅拌 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觉得酸 也不觉得累了 但是我们的面团呢 却搅拌得非常均匀 面团混合均匀之后呢 我们把面团倒入模具当中 你看这面团搅拌得多么有劲心啊 到了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我们把模具晃一晃 盖上保鲜膜 准备进行二次醒发 半个小时以后呢 我们首先来余热烤箱 一百七十度 余热五分钟 在余热烤箱的时候呢 我们在碗里打一个鸡蛋 用筷子打蒜 一会儿啊 我们要抹到面包的顶层 目的呢 就是给面包上色 半个小时以后呢 我们的二次醒发完成了 你看面团的体系明显 比以前大一点五倍到两倍 这时候用刷子在面团的表面 刷一层刚才我们准备好的蛋液 在西子表面刷一层油 方粘 然后在面团的表面盖上西子 目的是为了表面啊 不要烤得过焦 烤了十分钟之后呢 一会儿我们会把西子先取出来 一层准备就绪以后呢 我们把模具放入烤箱里边 开始烤制 一百七十度 烤二十三分钟 烤了十三分钟之后呢 我们把西子取出来 由于我盖的西子粘到了面团上 结果 接掉了面团上面的一点面包 面包烤好了 你看这颜色 多么优人啊 真漂亮 下面我们开始坨膜 由于模具呢 特别热 一定要带着手套来操作 将四个边 慢慢的向里掰 慢慢的就拖下来了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着急 不要烫伤 哇 托姆尔成功 你看烤出来的面包 多么漂亮啊 我们把底层的油脂撕掉 你看这颜色 按下去 马上弹起来 真是秋弹秋弹 不管按哪个边 都是秋弹秋弹的 给人的感觉 真是爽 我真的看见 是我的天哪 要嫌 当是更浪虚 太好了 蘸 我真的看过来 versions of the night yeong 我真的看过来 我这颜色 我不配 一颜色 我也 我们撕开看看面包里边 哇 聪明而来的是满满的葱香味 可乐的清爽味 还有小麦的香味 太棒了 来看看 可口可乐葱油面包 做好了 烤好了 你看 看看这颜色 好吧 你看溜点溜点的 烤完了以后呢 水房一进来以后 满满的葱香味 和可乐的清爽味 下面我们来尝一下 哇 哇 首先是葱香味 真香 玩了以后是可乐的清爽味 再满满满的品尝一下呢 有一点淡淡的甜味 嗯 太软了 真好 比那个油煎饼 葱油饼 煎出来的葱油饼 好吃 里面特别软 里面特别软 外面呢很焦 外面烤得很焦 但是里面呢特别软 你听你听的葱香味 外面很硬 但是呢里面满满的葱香味 很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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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吃 太好吃 真香 这个做法 要比那个油煎那个葱油饼 好吃 这个烤出来的滋味和煎这个葱油饼的味道 真是不一样 再说呢 这个呢做法简单 你手根本不用粘面 更不用揉面 哎呀太棒 你看 太好吃了 真香的葱花 可乐的 可乐的清爽味 真好 好 外面又等着吃的 我儿子早前就等着一口 一直没吃饭呢 咋今天就无光下多说了 谢谢你的陪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